大家好,我是王勇,欢迎点击屏幕下方按钮,关注我的头条号 今天跟朋友们交流的话题是,美国的世界霸权有哪些方面的表现 美国是建国于1776年,与中国相比,它是一个年轻的国家 但是在现代民主制的国家当中,它并不年轻 可能是最古老的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之一了 美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北美十三州的一个联邦,所以叫美列坚合众国 其后不断地向西部南部扩张,通过驱赶消灭印第安人部落 打败墨西哥,兼并了大量的领土,并购法国所占领的路易斯安娜等等的领土 也从当时的沙皇俄国手中获得了阿拉斯加 美国的经济分量长期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可以说这个比例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没有太大的变化 那么美国的霸权,在学术界有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美国治下的和平 在近代以来,英国所谓的英国治下的和平相比 它应该是说有八个特点 我们说美国当前的霸权有八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呢,是不直接建立殖民体系 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控制 隐形的控制 二战以后,美国利用反殖民主义的旗号 赢得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但很多学者认为 现在美国推行的是新殖民主义 从政治、经济、文化 对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加以影响和控制 这些控制啊 更多的是通过国际组织方面实现的 那么第二点呢 它的霸权的表现就是创建领导国际组织 发挥支配性的影响 联合国是美国领导 当时的联盟国家共同成立的 在经济方面 美国建立了布里顿森林体系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多边贸易体制 后面呢成为了WTO 世界贸易组织等等 在这些机构当中 美国往往是通过 它一票否决权 这样一种特殊的一个权力安排 来发挥它在国际组织当中的影响力 第三 是主导国际安全同盟体系 美国构建了多边集体安全的安排 例如北约 以及双边同盟的关系 包括 美日美韩之间的同盟关系 并在其中发挥主导的作用 军事同盟体系是美国霸权重要的支柱 第四 是主导全球市场体系 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与政府合作 相互促进开拓全球市场 在某种程度上 跨国公司也代表了美国国家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过去 30年当中 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扩张 取得了非常大的影响力 对于美国世界的霸权的地位 起到了很大的一种促进作用 第五 是掌握了国际的话语权 美国通过传统媒体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以及教育与世界人才的培养 对世界话语权拥有很大的掌控力 我们看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 和其他行业的精英 很多是美国高校培养的人物 那么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通过智库联谊的手段 实际上也保持跟美国所培养的 一些人的一个紧密的联系 所以说美国方面 在培养在利用软实力 培养软实力方面 确实是很有一手 第六 是控制国际货币 建立了美元的霸权 美元看起来是一个国家的货币 但美元的作用等同于世界货币 在世界贸易投资交易的过程当中 美元占到各国 官方储备货币的70%左右 在发生危机的时候 美国可以通过加大 美国美元印刷的数量 转移危机 增加自己的财富 变相维护其霸权的地位 我们看到在2008年 由于美国多轮的QE 就所谓的量化宽松的政策 扩大美元 对于世界经济的投放 结果使得美国的经济 在相对来说 比较短的时间复苏 那么由于大量的美元 患烂 导致美国的 全世界的能源 原材料 粮食的价格 大幅度上涨 美国通过这种方式 转嫁了危机 实际上是广大的 发展中国家 包括一些发达国家 承担了美国 经济危机的 这样一个负担 第七 建立了以美国为基地的 非政府组织的网络 非政府组织 是美国影响 控制国际事务 维护自身霸权的 一个重要的手段 比如美国通过 培养和利用 当地的非政府组织 针对自己不喜欢的政权 策动所谓的 颜色革命 实际上在中亚地区 在乌克兰 我们都看到 发生了很多这样的 由美国策动的 颜色革命 第八 是通过制造敌人 来发挥地缘政治经济的控制力 美国推行地区性的平衡体系 在欧洲 美国始终罢 俄罗斯作为对手 甚至是敌人 但现在欧洲的主要国家 包括德国和法国 不愿意与俄罗斯为敌 德国和法国 现在的领导人认为 俄罗斯可以成为 解决欧洲问题的伙伴 那么特朗普政府 明显地与欧洲 持相反的这样一个立场 特朗普政府 甚至通过制裁的手段 来分化 欧俄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实际上反而 导致了美国和欧洲的矛盾 不断扩大 在亚洲地区 美国把朝鲜当成敌人 长期不愿意建交 不愿意开放彼此的贸易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 它是控制韩国 在保持对于日本政策的 影响的重要的手段 因为有这样一个 方便的一个敌人的存在 那么或者说 夸大的安全威胁 那么有利于美国 对于东南亚地区的 这样一个控制 那么在中国问题上 美国呢 还想把中国打造成为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敌人 从来打到团结亚太国家 共同抗衡中国的这样一个目的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我们看到 由于中美关系的恶化 那么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 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 也加大了从美国进口 采购武器的这样一个力度 对于亚太的和平和稳定 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 实际上这是美国常用的手段 在制造敌人以后 美国的军火商 军火集团 军工复合体 就可以通过卖出更多的武器 以获得巨大的利益 小小的台湾 中国的台湾 从美国的购买的武器 很多 成为美国外销武器的第三大买主 但这样一个经济的成本 要摊到台湾的老百姓的头上 好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